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哈里斯在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可全力支持他后 迅速成为民主党的焦点 尽管蜜月期充满了积极的数据和消息 但他现在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在初期的兴奋消退后如何保持这种势头 尤其是在特朗普及其团队加大攻击力度的情况下 这周将有许多重要的里程碑 包括民主党代表的投票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 哈里斯将在乔治亚州首次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亮相 试图保持该州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也在积极行动 试图削弱哈里斯的支持 哈里斯承认前方的道路漫长且艰难 他的支持者们正在努力反击共和党的攻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瞬息万变的局势和惊心动魄的选战 一再挑战着每一位参与者的耐力和智慧 当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 全力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时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砸向平静湖面的石子 激起了民主党基层一股新的活力 让疲惫不堪的党员们重新振作了起来 这一决定引发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 二亿美元的捐款如全涌而至 一中有吸引力的副总统候选人跃跃欲试 以及民调数据的显著改善 哈里斯的支持者们欣喜若狂 党内迅速团结在他的周围 然而这只是战斗的开端 哈里斯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如何在初期的兴奋消退后 保持这种热情和势头 特别是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 加大对他的攻击力度时 这一周对于哈里斯和他的竞选团队来说 尤为关键 民主党代表可能最早在周四开始投票 虚拟提名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 这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预期的日期 如果最终只有他一人参选 那么他将无悬念地成为正式候选人 同时副总统候选人的猜测 也在本周达到高潮 哈里斯必须在8月7日之前做出选择 他已经授权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 及其律师事务所 Covinton & Berlin对潜在候选人进行审查 务必选出一位最能辅佐他的理想搭档 内华达州前民主党州长史蒂夫·西索拉克 称这段时间为蜜月期 我们必须保持这种能量 你已经开始了 现在你必须保持下去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他指出哈里斯的蜜月期的结束后 挑战将更加严峻 在保持势头方面 哈里斯和他的高调支持者们计划 在本周初保持快速的步伐 在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 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的陪同下 哈里斯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活动 后者被视为一位认真的副总统候选人 周二 哈里斯将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首次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亮相 努力在11月的选举中保持该州的竞争力 拜登在2020年将乔治亚州变成蓝色 但总统的民调数据落后 促使许多民主党人几乎放弃了今年的选举 哈里斯在努力重新获得民主党联盟的关键选民群体 包括黑人、女性、年轻选民 和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居民的支持时 可能会在那里进行新的推动 另一方面 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也将积极行动 前总统将于周三 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举行集会 而他的竞选搭档 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将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西部战场州 举行一系列活动 在这两个拥有大量拉丁裔人口的州 万斯可能会继续在移民问题上 抨击哈里斯 称他为边境沙皇 这是共和党人在拜登任命 他处理中美洲国家移民根本原因后 认为有效的攻击 万斯自己也面临争议 他过去的言论 在过去一周半中 重新浮出水面 包括他对 无子女的猫女似的 嘲笑 他认为无子女的美国人 应该支付更高的税款 以及他与一位前法学院同学的通信 其中他表达了与今天的立场 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 并说 我讨厌警察 万斯的盟友和对手 都将密切关注他本周的表现 看看他能否恢复 共和党人也开始攻击哈里斯的 旧政策立场和言论 重新播放他竞选总统时的片段 试图证明 他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极左激进分子 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 过于进步 他们会攻击他 当然会攻击他 密苏里州前民主党参议员 克莱尔·麦卡斯基尔说 但到目前为止 他们唯一的真正尝试的是 他不支持执法 这从一位我们现在知道 在书面上说我讨厌警察的副总统候选人 那里听起来有点空洞 哈里斯承认前方的漫长道路 在周末的一次筹款活动中 他试图降低期望并防止自满 我们面前有一场战斗 我们在这场竞选中 是弱势的一方 好吗 哈里斯说 他的话语 既是对支持者的提醒 也是对自己的一次警醒 胜利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 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第二天早上 一群民主党支持者 在周日的新闻节目中 四处奔走 为他辩护 反击共和党的攻击 马萨诸瑟州参议员 伊丽莎白·沃伦 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 站在哈里斯的左边 他在CNN上 推广哈里斯的温和立场 他赞扬哈里斯 今年支持两党立法 该立法将实施 更严格的边境政策 这些政策 通常由共和党人支持 沃伦强调 是特朗普破坏了纳比交易 并试图将责任推给哈里斯 另一组支持者 则在试镜 成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同时参与了政治传统 坚称他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在CNN上 被问及他的一些政策 例如 为学童提供免费餐食 和为低收入居民 提供免学费的大学 是否可能被认为 对大选观众来说 过于自由时 给出了有力的辩护 真是个怪物 孩子们吃饱了肚子 这样他们 就可以去学习 女性正在做自己的健康决策 我们是一个 前五名的商业州 我们在幸福感排名中 也名列前三 沃尔兹笑着说 在这场竞选的大戏中 哈里斯不仅仅是一位候选人 他是代表着一种 希望和变革的象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他们 也将拥有无限的机会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选战将注定载入史册 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 一个重要篇章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 进行背景介绍 当总统乔·拜登 宣布退出竞选 并全力支持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后 这一决定 迅速提升了 民主党的士气和信心 这也标志着 哈里斯进入了 政治所谓的蜜月期 即新领袖刚上任 或刚获得重大支持时的 初期热情和积极反应 然而 这段蜜月期终究会过去 哈里斯需要面对的是 如何在初期热潮消退后 持续保持这种动能 在拜登宣布退出后的一周内 哈里斯收到了 2亿美元的捐款 显示了他在民主党内的 强大吸引力 同时 许多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 也开始浮出水面 这进一步巩固了 他的政治地位 有关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 预计将在8月7日前揭晓 这是哈里斯团队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他已经请前 司法部长埃里克 霍尔德 及其律师团队 对候选人进行审查 以确保选择的谨慎和有效 但是 哈里斯面临的挑战 不仅来自于内部竞争 还来自于外部压力 共和党 特别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及其竞选团队 已经开始加大对他的攻击力度 特朗普和其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参议员 J.D.万斯 将在关键战场州进行活动 试图动摇哈里斯的支持率 哈里斯必须积极回应这些攻击 同时巩固 他在民主党内和选民中的支持 拜登在2020年 将乔治亚州变成蓝色 但现在总统的民调数据落后 这使得民主党在该州的选情 变得更加紧张 哈里斯计划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首次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亮相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可以重新激励该州的民主党支持者 特别是黑人、女性、年轻选民 和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居民 共和党的攻击策略之一 是重提哈里斯过去的政策立场和言论 试图将他描绘成一个极左激进分子 然而 这一策略也有可能引起反效果 因为哈里斯在支持一些两党立法方面 已经表现出他的温和立场 这些立法通常由共和党人所支持 另一方面 哈里斯的支持者也在积极回应共和党的攻击 试图保护他的形象 并巩固他的政策立场 随着民主党代表即将开始投票 哈里斯的支持者也在努力保持这股热情和动能 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末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乔什、夏皮罗等高调支持者 将为哈里斯的竞选助力 展示出民主党内的团结和支持 总体来说 哈里斯在这段蜜月期结束后 面临的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政治局面 他需要在内外压力下保持稳定的支持率 同时积极应对来自共和党的攻击 这将考验他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也将决定他是否能够成功保持这种初期的热情和势头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琴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琴 各位观众朋友 哈里斯的蜜月期虽然结束了 但是这才是他真正展现领袖风范的时机 拜登全力支持他 这是一个强大的背书 两亿美元的捐款 积极的民调数据 这些都显示了民主党基层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我们要看到哈里斯在困难面前的坚韧和决心 他是那位能够团结党内 挑战特朗普的领袖 拜登在2020年让乔治亚洲变蓝 如今哈里斯的领导能力将进一步巩固这些成果 楚天书我真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你说哈里斯的领导能力 拜托 他和拜登一样 总是喜欢说些漂亮话 但行动呢 我们来看看 他的移民政策真是个笑话 不幸可以问问那些受到影响的州 还有两亿美元捐款 这些钱能真正解决问题吗 特朗普的团队早就准备好迎接他的挑战了 这次选举不会那么容易 蜜月期一过 现实的历史和数据会打他一巴掌 哈里斯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谢琪琪 你这魔说实在可笑 即便特朗普的团队准备充分 他们也无法掩盖事实 哈里斯在立法上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他支持的两党立法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提到移民政策问题 那可是特朗普的破坏结果 哈里斯在改善中美洲国家移民 根本原因上做了很多工作 你说两亿美元不能解决问题 那你告诉我没有这些资金 选举要如何进行 这些资金是他支持者 对他信任的象征 再说重点不在于钱 而在于他能否用这些资源 带来实质变革 哎呀 楚天说 你的辩护真是颇具创意 但这些两党立法 到底是什么成果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叫他空中楼阁 哈里斯所谓的边境沙皇 角色真是笑话 他在移民问题上毫无建树 另外 说到钱 你也知道这些捐款大多来自 那些大企业和权贵阶层 他们希望通过捐款来 获得政策上的优势 与其说是信任 不如说是交易 哈里斯是否能带来变革 还得看他能否抵抗这些压力 而现实是他多次在压力面前妥协 这不就是他的问题所在吗 谢奇奇 你这魔说可是低估了哈里斯的任性和智慧 他在过去的政治生涯中 已经证明了他能够在压力面前坚守原则 至于你说的空中楼阁 我可要提醒你 哈里斯在司法改革 气候变化和医疗保健方面 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贡献 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他是有行动的 而你提到的企业捐款 这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 重要的是他能否将这些资源 用在对人民有益的地方 你看 这不正是他的强项吗 楚天书 你这魔说倒是很幽默 哈里斯的所谓任性和智慧 也许在辩论赛上有用 但在现实政治中呢 还记得他在2020年总统初选中的表现吗 真的是一场灾难 至于他的司法改革 我们来问问那些警察和受害者吧 他们的看法可能会很不同 而气候变化和医疗保健 这些都是大而化之的口号 美国人需要的是实际的变革 而不是空谈 至于企业捐款 你说的没错 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 哈里斯是否真的能够抗拒这些压力 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决策 还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哈里斯蜜月期的结束 似乎并未令他的支持者失去热情 反而给他们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拜登宣布他将退出总统竞选 全力支持哈里斯 这一举动立刻让民主党的基层 重新振作起来 200亿美元的捐款如同红包雨 激励着哈里斯的团队 民主党内部的团结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似乎大家都在说 老大支持 我们也跟上 然而 蜜月期结束后 哈里斯面临的是一场更艰苦的战斗 特朗普和他的小伙伴们可不会坐以待毙 反而加紧了对哈里斯的攻击 这周的重点事件是一连串的重大里程碑 哈里斯在一周内必须做出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 这可真是一场选美比赛 他的团队甚至请来了法界大佬埃里克·霍尔德来进行审查 这可真是高规格的挑选过程 同时 哈里斯需要在竞选的早期保持高昂的士气 他将在宾夕法尼亚洲和乔治亚洲进行大规模的竞选活动 这些活动旨在重振过去的支持群体 包括黑人 女性 年轻选民和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居民 拜登在2020年将乔治亚洲变成蓝色 但现在的民调数据有些令人失望 哈里斯的挑战如同一场魔法大战 他需要重新点燃选民的热情 而另一边特朗普和他的盟友们也不甘示弱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洲集会 而他的竞选伙伴JD万斯则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进行激烈的活动 万斯的过去言论也被重新挖掘出来 这位猫女士的敌人曾经的言论让人不禁捧腹大笑 共和党人对哈里斯的攻击也开始加剧 他们利用他过去的政策立场和言论 试图将他描绘成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极左基近分子 密苏里州前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表示 他们会攻击他 当然会攻击他 但他们唯一真正尝试的是他不支持执法 这从一位我们现在知道在书面上说我讨厌警察的副总统候选人那里听起来有点空洞 哈里斯也知道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周末的筹款活动中 他试图降低期望并防止自满 我们面前有一场战斗 我们在这场竞选中是弱势的一方 好吗 哈里斯说 他的支持者们不甘示弱 马萨朱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CNN上为他辩护 强调哈里斯的温和立场 另一组支持者则在这场政治大戏中试镜 争取成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CNN上被问及 他的一些政策是否过于自由时 笑着说 真是个怪物 孩子们吃饱了肚子 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学习 女性正在做自己的健康决策 我们是一个前五名的商业州 我们在幸福感排名中也名列前三 这场竞选如同一场大戏 哈里斯和他的团队需要在这场政治马戏团中保持平衡 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和挑战 蜜月期的结束只是开始 更大的战斗还在后头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